一场轰轰烈烈的情愿大团 设计人员达数万人 要求宋太宗风扇泰山 但是这么一个隆重的风扇大典 却没有做成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宋太宗旨 风扇未遂 从太平经国6年开始 宋太宗在经理赵廷美 经营储位的过程中 对国家的两个最高部门 进行了颇有意味的调整 由此构建了一个新的执政格局 这样一来 太祖朝与太宗朝新旧官员的交替 彻底完成 这标志着宋太宗在登基8年之后 真正进入了自己的时代 在古代中国 一个新的同志开始 往往会有一个重大标志 那就是风扇 因此大宗政权的文武百官 也开始着手忙活着风扇之事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做客百家讲台 为您讲出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宋史 宋太宗旨 风扇未遂 第一个问题 什么叫风扇 风扇是两个词 风祭天叫风 扇是祭地 所以风扇合起来 就是既祭天又祭地 合起来叫风扇 而这个祭天祭地呢 它是一个对于中国古代的帝王来说 它首先是一项宗教活动 同时还是一个政治活动和国家的大点 这个对于历代帝王来说都非常看重这一点 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问题 什么叫风扇 紧跟着就是第二个问题 谁要风扇 我们从历史上来看 所有举行风扇大典的人不是别人 是历代的君王 只有君王才有资格举行风扇 这就引发了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历代君王要举行风扇 我们想风扇作为一个国家大点 作为一个政治活动 它绝不仅仅只是一种仪式 如果仅仅是一种仪式的话 那么帝王做这个事情意义就不大了 那么它是什么呢 它是表明正统和正极 巩固地位和权力的一个正式的活动 所以你可以听得出来 这个风扇这个国家大点呢 它意义非凡 它是表明你是正统的 你的即位是正统的 表明你的正极 证明你的地位是合法的 还证明你的权威性的 所以这个活动对帝王本身来说 关系太大了 所以中国古代的历代帝王 都想举行风扇大点 但实际上我们看历史的记载 真正举行的风扇大点 帝王是非常少的 因为风扇不是那么能够容易举行的 那么帝王热衷风扇的 到底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 神话帝王 历代帝王都有一个特点 他是奉天承运 这个词大家经常听说 一读圣旨就是奉天承运 什么叫奉天呢 是奉上天的旨意来治理子民百姓的 所以历代帝王为了证明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 所以他都要说明自己是奉照天地的旨意来治理子民的 为了印证和坐实这种关系 那风扇是最好的一种仪式 风扇是帝王跑到一个山上向上天去汇报工作 说明自己的政级 你是代表上天来治理老百姓的 然后你向上天去汇报工作 那这种印证的坐实对于帝王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他可以神化帝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粉饰太平 因为风扇大典的举行它有一个前提 一定是太平盛世 如果不是太平盛世 你没有资格举行风扇大典 所以举行风扇大典的时候就意味着天下太平了 那么这种大典的举行对帝王来说 就意味着他生活在一个盛世 他治理的一个盛世 这是一个粉饰太平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叫张皇功德 什么叫张皇功德 就是风扇大典实际上就是明目胀胆的 公开的为皇帝处为立断 为自己加冠 加冕 就是自己表扬自己 这个自我表扬 对于历代帝王来说都非常珍贵 所以历代帝王非常看重这个风扇 第四点 是跨世遗敌 因为举行风扇大典 不光是皇帝跟大臣要去参加 还要带着很多少数民族的首领去参加 在这样一个大典中间 他要通过这个仪式向少数民族的首领 宣传我是中华民族的最高的统治者 你们这些藩邦遗敌都是我们的服属 这是一个宣传正统王朝的一个大好机会 所以风扇大典也可以宣传王朝的功德 这也是历代帝王重视风扇的一个原因 第五点 长寿成仙 在中国古书的记载中间 有一个人风扇以后升天了 是谁呢 皇帝 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 皇帝本身就是一个传说中间的人 但是帝王们都清楚 成仙是很不容易的 那么成仙成不了 那最起码我追求一个什么呢 长寿 长寿是可以追求的 所以风扇往往成为帝王追求长寿给成仙的一个重要场所 这样子来 帝王对风扇的重视 那我们就可想而知了 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我们看我们古代文献的记载 所有的风扇大典都在一个地方举行 在哪呢 泰山 为什么所有的风扇大典都选在泰山来举行了 两大原因决定的 第一 泰山是东部的第一大山 这个泰这个字 它的本意就是大 这个泰的本意是大 所以泰山是中国东部的第一大山 在中国东部没有比泰山最高的山 当然就中国全境来说 比泰山高的山有的是 但是就中国东部来说 最高的山就是泰山 这是当时风扇大典选在泰山的第一个原因 那么这个泰山这个高山 跟风扇有什么关系呢 高山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现实价值 大家知道中国古代都有一个洪荒时代 于是在古代出现过洪水时期 这个洪水泛滥的时候 泰山成了中国古代的鲜民的天然的避难场所 你跑到泰山点上 无论发多大的洪水肯定淹不死你 所以很多人很重视在泰山的这种实用价值 这种实用价值 实用的时间长了 就给当地在宋代来说叫远州 泰山在宋代属于远州 给远州的百姓带来一个什么东西呢 带来一种福祉 它可以避难 这种避难是让人们对泰山产生了一种敬畏的心理 这种敬畏心理直接导致的第二个作用 就是原始崇拜 这原始崇拜它是从实用价值转换过来的 因为中国古代的老百姓就认为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天赐予的 那么为了感谢上天就要祭祀上天 要祭祀上天必须要让上天知道 你到哪去祭祀上天知道呢 跑到泰山的最顶上 因为泰山最高 跑到泰山最顶上 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很有限 不知道泰山顶上离老天有多远 但是觉得越高 你到那祭祀老天越知道 你钻到山洞里去老天就不知道了 所以要跑到泰山顶上去祭祀 这就是原始祭祀 这样的从原始崇拜到原始祭祀 那么泰山的封善就成为一个成立了 所以在中国古代有很多帝王 或者传说中间的部族首领都跑到泰山去祭祀 所以泰山祭祀成为一种灌地 这是泰山被选作封善地点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东方崇拜的观念 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浓重的东方崇拜的观念 为什么要崇拜东方呢 因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是崇拜的地方 就应当是祭祀的地方 所以崇拜东方 东方最高那山是泰山 选泰山也就顺利成长了 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 再一个方面呢 认为东方主圣 中国古代最早产生的是阴阳学说 在阴阳之后产生的是五行学说 在五行中间 东方主木 木为五行之首 所以认为东方是主圣的地方 这样一来 东方的崇拜就成为先民 对泰山崇敬的重要的心理一个依据 这样一来就导致 封善泰山成为一种非常惯有的一种做法 自古受命的帝王没有一个不想封善的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帝王都有资格封善 帝王封善需要什么条件呢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宋太宗旨 封善未遂 在中国历史上 封善的帝王 有秦始皇 汉武帝 光武帝 唐高宗 唐玄宗等 还有一些帝王 想封善而畏果 比如隋文帝 唐太宗等 司马迁说 自古受命的帝王 没有一个不想封善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帝王 都有资格封善 那么帝王封善 需要什么条件呢 概括起来讲 三大条件 第一 统一 一定是统一天下的帝王 才有资格去泰山封善 如果说你没有把天下统一 你就不具备泰山封善的这个资格 第二个条件 兴盛 国家一定要兴盛 如果不是太平盛世 国家不兴盛 你不能没有资格去行 第三个条件 叫祥瑞 祥瑞要出现 什么叫祥瑞 就是要出现一些 平时看不见的东西 比如说 麒麟凤凰出现了 赫生双苗 就是 一个 就一根庄稼 比如说一根麦子上面 长了两个岁 赫生双苗 或者说 苦木重生 已经死了好多年的一个古树了 又发芽了 所有这一切都叫做祥瑞 古人认为 祥瑞出现等于是 领导肯定你的工作了 领导是谁啊 领导是老天 肯定谁啊 肯定代天统治天下的皇帝 皇帝治理天下治理的好 老天爷要表扬他 老天爷怎么体现自己的意志来 天生祥瑞 祥瑞出现 那就是老天爷表扬你了 说到表扬了 那么你就有资格去汇报工作了 这就是 帝王去封善的三个重要的条件 这三个条件是缺一不可 宋太宗有资格去玩风扇吗 我们按那三条来看 先看统一 宋太宗经过太祖太宗两朝 把北汉灭掉以后 除了幽云十六州 天下是统一了 所以 这个统一的问题在宋太宗这 是打了一点折扣的 这个折扣就是幽云十六州没有收复 但是你说没有收复吧 那宋太宗也有个理由 他不是从我手里丢的 他从后进十净堂手里丢的 第二个问题就更难说了 兴盛 什么叫兴盛 我说现在是盛世 那就是盛世 我说不是盛世 他就不是盛世 这个指标比较软 好认定 第三个指标 祥瑞 祥瑞的问题更好办 只要你想要有 什么时候都有 我们现在看文献记载 就在宋太宗宣布 风扇泰山的前后 这一两年之内 各地报上来的祥瑞 多如牛毛 到处的报告 出现祥瑞 所以宋太宗够不够资格 按这三条来看 统一 兴盛 祥瑞 这三条来看 说够也够 说不够也不够 但是谁说了算呢 皇上说了算 皇上说够了 那就够了 根据统一 兴盛 祥瑞 这三条标准 可以说宋太宗 有风扇的资格 也可以说没有 关键是 对这三条标准 如何认定 根据诗书的记载 宋太宗本人对风扇 似乎没有表现出 很高的热情 那么宋太宗 好好的皇帝坐着 为什么突然想起 玩风扇的呢 宋太宗 好好的皇帝坐着 凭什么 突然间想起来 玩风扇的呢 我们根据现有的 文献记载来看 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或者说是两个方面的强烈的请求 一个是老百姓的强烈请求 一个是魔武百官的强烈请求 这个百姓请愿的件事情啊 文献有记载 太平清国八年的六月 远州七县的老百姓 一共是4139个人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数字 那在中国古代 那就是很多的一个数字了 中国古代的人口没有今天多 他一个县没有那么多人 七个县集中了四千多人 七个县 为什么是远州的老百姓来了呢 因为泰山就在宋代属于远州 远州下辖的七个县的老百姓 四千多人 在当地的官员带领下 到京城开封来进行情愿 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 没有那么大的好的运输工具 没有那么好的这个道路 把几千人从山东鼓道到开封来 那真是费了一半劲儿的 我们不知道他当时是用了什么交通工具 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只知道来的四千多人 有官员带领 上书请愿 要求皇上泰山封善 这是第一点 结果皇上的答复是 不行 我不够敢 我不够敢 退了 第二年 四月 又是泰山远州七县的老百姓 来了 这次来的少一点 来了一千多 第二次请愿 皇上又没有答应 这是老百姓主动到京城 请皇上搞个自我表扬的庆功大典 皇上没同意 第二次泰山老百姓的请愿团 到京以后不久 以宰相宋旗为首的文武百官 也上表请愿了 这家伙人动静大了 这文武百官动员的人数比老百姓多了多 达到多少呢 两万六千三百五十个人 两万六千三百五十个 包括文武百官 还有各个少数民族的首领 甚至于包括一些宗教界的人士 高龄高寿的人 集中起来两万多人联名请愿 这个联名请愿有三大特点 第一 代表性很强 可以说是各界人士都有 各方面人士都有 第二 人员众多 两万六千三百五 这个数字在宋代来说 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第三 要求强烈 这些官员来到以后 连续三次上表 这官员给百姓不一样 百姓是千里迢迢跑过来 折腾了两次就回去了 文武百官就在皇帝身边 直接给皇帝上表 前后上了三次 而且提的理由 让皇帝反驳都反驳不回去 第一次上表提了四个理由 第一 中国统一 第二 四方兵服 第三 万民期盼 第四 祥瑞平县 中国统一了 四方的少数民族 也都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了 老百姓又情愿 祥瑞又出现 该了 结果皇上说 说了两条 风扇需要有姚舜女汤 那样功德的帝王 才有资格 我不够个 第二 国家的治理 还没有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程度 就还没有进入盛世 安定 团结 各方面都还有问题 是吧 所以不能举行 拒绝了 第一次 百官上表 皇上拒绝了 最后我们百官就来了第二次上表 这次上表 谈了三条 第一 文治武功 这武功只灭了北汉 文治武功都有了 第二 叫文德化成 第三 叫祥瑞平县 宋太宗 第二次又拒绝了 拒绝了理由 说得也很漂亮 说这个 武功 那这是武将的功劳 文德化成 那是文武百官 治理的功劳 至于祥瑞平县 那是上天的垂右 都和我无关 所以我不能举行自我表扬的大会 不能举行这个大典 结果文武百官第三次上表 第三次上表 更简单 中心词 关键词就是一个圣 叫圣德 圣氏 圣锐 三个圣 这么一个时代 你必须举行这个奉三大典 这一次 文武百官第三次上表 要皇上来自我表扬的时候 皇上答应了 怎么答应了 话说的还非常好 这个会说话就大不一样 你看皇上怎么说的 先说我不够条件 到现在为止 我当然不够条件 但是老百姓给你们再三说 假如举行这个风扇大典 能够满足天下一万百姓的心愿 能够为天下的百姓祈福 你看祈福这个词 咱们今天是地震 才用祈福 其实宋代的皇上就用上了 假如我们能够通过风扇 为天下的百姓祈福 我倒愿意去做这件事 那言外之意说我做这件事 不是为了表扬我自己 而是为天下百姓 为天下万民祈福 所以他在雍西元年四月下令 今年的十一月二十一号 在泰山封山 经过了百姓的两次请愿 文武百官的三次请愿 最后宋代宗总算答应 举行封山大典 帝王封山有三个硬指标 那么宋太宗是否符合这三个指标 他想不想封山呢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宋太宗旨 封山未遂 在太宗封山泰山这个问题上 表现出皇帝不及 臣民起的状态 泰山百姓两次心事动众 到京师请愿 大臣三次上表 宋太宗最终才勉强同意下诏封山 在这个过程中 宋太宗表现得似乎很不情愿 那么这是真的吗 我们讲三点 大家就明白了 第一 封山大典是历代帝王梦梦以求的事 其中我们看史记封山书讲过两句很有名的话 自古寿命帝王何尝不封山 自古以来寿命于天的帝王哪一个不愿意举行封山大典 没有一个 所以说从秦皇汉武开始一直到宋太宗 没有一个帝王不愿意举行 因此我们说宋太宗的内心里其实他是愿意的 第二 封山大典可以证明你寿命于天 是奉天成运 这两句话对于宋太宗来说太需要了 你想想你们老赵家怎么得了天下 你作为太祖皇帝的弟弟 你是怎么得了这个军位 你老赵家夺人家老柴家的天下 这件事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 你现在你哥哥暴病而死 你就得稀里糊涂就当上皇帝了 这件事情 可以说太祖皇帝死得不云不白 太宗皇帝当上皇帝是稀里糊涂 很多人心里都存在疑问 要举行一个丰山大典 那等于说利用一个仪式证明自己是合法继承人 可以把所有的谣言 那各种悠悠之口给他堵住 你说皇上能不愿意吗 第三 宋太宗本质上是一个文人 作为一个文德著称的皇帝 他一直执行一个政策叫崇文宜武 他想通过崇文宜武来张皇自己的强项 因为当皇帝的人 他并不都是各项知识都全辈的 而最重要的是扬长弊短 太祖皇帝主要是武功 太宗皇帝主要是文治 扬长弊短 太宗皇帝的强项是文治 而这个风扇大典就是文治中间最高的一个典礼 刚好和他的治国理念是相吻合的 你看那三点 我们就明白 太宗皇帝心里头是最希望搞风扇的了 但他表面上他有表现出来 他是最不喜欢搞风扇的了 太宗皇帝为什么表现的那么不愿意呢 请大家注意我用了一个词叫表现的 第一 不够格 你说国家统一 国家统一了吗 幽云十六周没有收复 国家的统一实际上是没有完成 不够格 我们讲这个风扇大典举行 讲了那么多条件 概括起来实际上就是四个字 哪四个字呢 叫公治德卡 什么叫公治 公治就是国家统一 天下太平 没有实现 德卡 那就更谈不上 德卡是指皇帝的道德标准 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 太宗皇帝的道德水准很高吗 我们举三件事 就可以说明 他这个道德水准是打了个大大的问号的 不但打了个大问号 而且后面还要打一个大警探号 第一 取得地位 有谋杀之嫌 你地位怎么得来的 你有谋凶 害凶之嫌 赵德昭之死 太祖皇帝的儿子 德昭之死 你有逼迫之嫌 还有你的弟弟 你的弟弟 赵廷美之死 有冤杀之嫌 三大嫌疑的除不掉 你的叫道德标准高吗 道德水准高吗 所以功不至得不卡 他心里头发毛 这叫不够格 其实太宗心里 皇帝心里非常明白 风扇的好处太多 但是自己的条件太差 既想拿那个第一名 又觉得自己不够格 他还要想办法去拿那个第一名 所以就得上手段了 这么一个情况下 你可以看得出来 太东皇帝 他推过来推过去 那么样的百姓情愿不同意 百官情愿的不同意 其实他心里明白 不够格 实力不足 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第二点 拿拿价 第一叫不够格 第二叫拿拿价 为什么不要拿拿价 你不够格 人家叫你来一个自我表扬的大点 人家一提 你就信任接受 那不叫人家嘲笑吗 所以一定要装装样子 拿拿价子 推一推 挡一挡 然后半推半就 所以他不会一下子就统一 再一个 授予皇帝的荣誉称号 历来当皇帝的人 都没有一次答应的 我们看看历代帝王 凡是给帝王授予 这个荣誉称号的时候 都是要推一推 拿一拿 不会一下就同意 你总的表现出来一点 谦虚吧 有没有谦虚是另一回事 表现一点谦虚 总还是可以做到了吧 所以 不那么请愿 我们前面讲过 文武百官 两三次上表 太眼周百姓 两次请愿 我就要问 这三次上表 两次请愿 是老百姓给文武百官自发的吗 不是 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 这叫有组织 有规模 是有组织的活动 没有组织 眼周七线的老百姓怎么能串联到一块 不像现在 你发个微信 你的圈里全收到了 不可能的 那样一个时代 我们又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民族 在那么一个情况下 怎么能把它串联到一块 而且由地方官员护送 不是地方官员 截流 而是地方官员护送 这厉害 你想 他就没有地方官员组织 那可能办得成吗 而且你浩浩荡荡几千人 到京城来了 那京城路口上没有查的吗 怎么能让你几千人浩浩荡荡荡的 开进来了 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让你这么多进来了 那开封府的官员就要失职了 肯定是有组织的 而且是得到了批准的 再一个 你看规模 第一次四千一百九十三 第二次一千 这是老百姓 官员更多 一弄弄两万多 两万多官员串联起来 就是放在今天 你弄两万六千三百五十个官员 也得折腾一日 才能把它组织到一块 让他们都签上名 那两万多人都签个名 那容易吗 所以这个活动应当说 是一个有组织 有规模的活动 它绝不是一个自发的情愿 那么组织是谁呀 组织者应当就是 当时的宰相宋齐 为什么说是宰齐呢 很简单 宋齐是太宗在开封府 晋王府的老部下 幕僚是他的老部下 而且是太宗部下中间 第一个担任宰相的人 所以宋齐有责任 给他的老主人唱赞美诗 给他的老主人脸上贴金 这叫义不容辞 这叫义不容辞 而且他的权力也很大 他是宰相 这是宋齐 第二点 宋齐想用这个仪式 来消解太宗北伐的一个意志 因为他知道宋太宗 一直想举行第二次北伐 打齐丹 打幽中 所以宋齐 宋齐很了解 宋辽双方 宋齐是在齐丹 中了进士 做过辽牧宗的士徒 然后在北宋 又一直做着宰相 他在辽国给大宋 两个敌对的国家中间 都做过高官 他对辽宋两国的实力 非常了解 可以说他对两国的实力 了解是最清楚的 他觉得这个时候 要仓促的北伐不合适 所以他想用这种大典 把你那个北伐的事 给你冲一冲 张菊正 大明王朝的脊梁 万历皇帝的恩师 但万历却把他定性为 最大奸臣 是什么酿成了 这场教育失败的悲剧 大明脊梁张菊正第一集 皇帝的老师不好 在数千百姓的请愿 和大臣的故意安排下 宋太宗终于下定决心 要封山泰山了 但是这个好不容易做的决定 在一个多月后 又被迫取消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开始讲到 宋太宗这一个封山大典 搞得那么轰烈烈烈 结果一个月以后 自我取消 四月宣布 十一月二十一日 封山大典 五月宣布取消 为什么 因为发生了一个突发事件 什么突发事件呢 一场大火 这一场大火能够把宋太宗的 封山大典的这个念头给彻底烧掉了吗 确实烧掉了 因为这个火来得太蹊跷了 四月份宣布十一月搞封山大典 五月份发了个大火 一个大火灾 这个火灾的地点很蹊跷 在京城开封 在京城开封的皇宫 在皇宫里边最重要的两个宫殿 一个叫前缘殿 一个叫文明殿 这两个大殿被烧了 怎么被烧的呢 五月份正式开封的雷雨之节 雷一天 五月的一天夜晚雷电交加 这个在雷阵雨中间 这个雷雨击中了这两个大殿 这两个大殿起火了 而且这个雨是大雨滂沱啊 从晚上一直下到第二天 结果在大雨滂沱之中 这两个最重要的大殿 整整烧了一宫 一直烧到第二天上 把两个大殿彻底给烧垮了 在京城 在皇宫 在暴雨滂沱之中 皇宫中间最重要两个大殿被烧了 那这两个大殿烧了 不就烧个房子吗 那跟大殿有什么关系啊 关系太大了 因为火灾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灾疫 风扇的三大条件之一 是祥瑞 现在是祥瑞木出来 灾疫出来了 祥瑞是皇帝 是领导对 对这个手下的奖励 灾疫 是领导对手下的批评 上天对你治理天下 治理的好 感到很满意 叫你出现祥瑞 上天对你治理天下不满意 怎么办呢 天又不会说话 我给你闹点灾 灾疫出现 就说明你这皇上当了不合格 你看 你带天统治天下的 老天爷发话 说你不合格 你还敢举行吗 第二 发生在皇宫 烧到哪都可以 是吧 最好别烧到开封 烧到开封也可以 别烧到皇宫 烧到皇宫也可以 别烧这两个正殿 这两个正殿 前缘殿 前缘殿是干什么的 皇帝登基大殿 举行的那个大殿 那个大殿敢烧了吗 烧了 文明殿是什么呢 文明殿是封皇后 封大臣 封王子 科学考试的那个殿 这些活动是在文明殿举行的 最重要的两个殿 结果全烧了 这一烧带来两个结果 第一 包不住 第二 影响大 谁都知道了 你捂都捂住啊 尽管当时 这个通讯手段不发达 但是 开封是火了 皇宫是火了 这两个重要的大殿 被烧了 那一下就传开了 所以 五月的一场大火以后 太宗下令 取消十一月的封扇大殿 从太平新国元年即位 到封扇未遂 谢谢节目 王立群读诵时 宋太宗的第一步就结束了 第一步中 王立群老师主要讲述了 宋太宗即位后 对行政结构的调整 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 有一块无法化解的心病 那就是烟云 高粱河之战后 宋太宗是想打不敢打 想打不能打 不打还想打 三种复杂的心理 交织在一起 始终无法释怀 从下部开始 王立群教授将为您讲述 宋太宗对烟云的作战 和地位传承 敬请关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 sprem哦 我们下期再见